周末的女武神,新角色登场,使皇帝太狂妄,要单挑冥王哈迪斯。 随着世家击败第六天魔王波玄,神人之战的第六场落下了序幕。 在周末的女武神漫画的第五十三画中,新的角色也登场了,而望重期待的高人气角色是皇帝也上线了。 艺术场就非常霸气地坐在神之一侧,这是要叛变了吗? 周末的女武神里面,现在一共进行了六场比赛。 前五场的比赛并不是特别长,唯独世家ES西弗神的战斗很长,里面不仅出现了灵符,甚至还有来自于冥界的狂战士,被称呼为第六天魔神的波玄。 波玄的出现也引出了冥王哈迪斯和苍蝇王别西部,这都是很强大的角色。 而随着世家最终击败波玄,第六场比赛落下帷幕。 人神之战现在的战组是平手,人类方的剑豪左左目小次郎,开堂首捷克和原本是神明的世家拿下胜利。 神明一方是雷真索尔,众神之父宙斯和印度神石婆拿下了胜利。 而在最新的53话中,备受期待的高人气角色史皇帝终于登场了。 形象确实是与不飞江传中的样子,这个倒是没有什么变化。 这个拥有无功脸的史皇帝有点病态,甚至非常的狂妄。 而且千古一帝史皇帝出场的方式也非常的霸道,他直接出现在神策一方。 坐在了战神阿瑞斯的旁边,并且称赞神明的椅子不错。 还说出了镇在地方,就是镇的位置这样霸气的言论,再配上使皇帝裂开的嘴巴,感觉非常的狂妄。 还有就是无视神明的言论和行动,估计神明们也没有见到过这么放肆的人类。 至于说秦史皇会叛变,这样的事情根本不可能发生。 史皇帝基奥逊的个性怎么可能会叛变呢? 他只是想要和神明平起平坐,甚至拥有超越神明的位置。 还有就是史皇帝出场的高傲姿态,热怒了同样是王者的哈迪斯。 他身为冥界之王,还没有见过这样的人类,也说出了冥界要参与这次的战斗,会冥界的狂战士拨寻报仇。 但是冥界之哈迪斯会不会上场?或者会不会和史皇帝进行战斗,估计要看到周末的女武神53话的全篇内容,才能够知道,因为目前出现的只是剧透内容。 同时本次的周末女武神53话中,出场的还有新的角色,那就是伟大的预言家米歇尔诺斯特拉达女士登场。 因为预言家的名字太长了,就简称为米歇尔。 在历史上,米歇尔应该是一位长着大胡子的老者。 但是在漫画中,却是完全不同的形象,甚至性别方面都发生了变化。 在周末的女武神里面的米歇尔是一位少女,有着一头短发,眼神很犀利,嘴上总是挂着高深莫测的微笑。 而且她和女武神洛伦西尔德还认识,同时也是一位能够自由通往冥界的唯一人类。 至于她的技能设定,目前还没有出现。 感觉像这种预言类型的技能,应该会非常的厉害。 至于预言加密歇尔的敌人,大概率会是鬼诈之神洛基,感觉两人的个性很像。 而且两人的脸上都挂着那种坏坏的笑容,但是感觉洛基的鬼诈之术,在预言家的面前应该是没有用的。 大家对于周末的女武什么发展期待呢?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? 希望你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。 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。 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,订阅我。 再见。